lire 鮭魚 這是鮭魚 然後這個是施魚 就是俗稱的鋅根 鋅根 對 然後這是鮪魚 好 我們先來吃這個鋅根 我喜歡鮪魚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是鋪魚加上魚卵做成的 因為口感比較脆 那不然我先吃這個好了 老師其實吃生魚片 是要把芥末放在上面 然後再沾醬油 還不是普通的甘蔥喔 我第一次吃這種吃法 你看看 裡面還包一些洋蔥 跟小黃瓜之類的 老師你吃這個 這個好好吃喔 因為它有魚卵脆脆的口感 而且我覺得可能是魚卵 就會有點鹹鹹的滋味 其實不用沾什麼醬油 就很有味道 而且脆脆的 有魚的鮮味 又有那個魚卵的口感 不但魚肉好吃 那個魚子在口內 有那種脆脆的那種 爆炸的聲音有沒有 它有點像明太子的那個鹹味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再來這個 糟合炸物 有蝦子 這個厲害... 然後地瓜跟芋頭 而且主廚說 這個外面裹這個粉有沒有 就什麼芋泥粉 還有什麼... 它是一個中殼的特殊的粉 講到半天不可能講就對了 欲言又止 它不是像外面 隨便的那種麵包粉 就是特製的 聽說這個醬也是特製的 就是大人小孩都喜歡吃 好像有點如何 我想要吃地瓜 這個粉吃起來脆脆的酥酥的 還甜甜的 它的粉 我覺得有點像什麼 是你有沒有吃過很多 我喜歡的那個炸雞排 對 炸雞排外面裹的粉 是有一點點帶一點甜味 然後脆度也比較高 跟外面我們平常吃的這個 天婦羅的粉不太一樣 它的脆度比較高 之外甜甜的 就搭上你的蝦應該滿不賴 我的地瓜好甜喔 比較像 我覺得是那個創意型的料理 因為它有點像台灣的 鹹酥雞的味道 就是中和跟日式天婦羅 有一點混合在一起 日式混台式 對不對 重點他說 這裡是屬於吃到飽的 這盤我吃得喜歡 可以再點... 而且價錢很合理 它午餐才五百多 然後晚上六百多 你就是可以一直點 而且也不會浪費 你吃完再點 吃完再點 然後吃到飽這樣 鮭魚波特多 就是鮭魚Potato 鮭魚加上馬鈴薯 然後它鮭魚是 把它的油脂稍微去掉之後 有炒過對不對 然後是鮭魚鬆 搭上洋芋 有鮭魚的香味 對 我超愛握壽司 這是炙燒的 炙燒壽司 這個是炙燒鮭魚 然後這個是牛肉 培根牛肉的炙燒的壽司 頂級牛肉的一個精選 作為這個炙燒壽司